咱们有很多老铁夏天都喜欢吃这个大冷面 平时都是买的吃 其实这个冷面糖在家里做一点都不难 市场讲来的二斤冷面 咱们先用清水给它泡五分钟 好吃又爽口的关键就是这个冷面糖 加60克的白糖 3克的金盐 400克的冰镇宽泉水 再加几块饼 少半勺的生抽 给它上个颜色 接下来这一步特别重要 冷面糖好吃的关键 就是这个小苏打和白醋 两者相拥合碰撞出的化学反应 这个就是酸碱拥合 也是冷面糖好喝的关键 这个小妙招你学会了吗 放上几个柠檬片 黄瓜片 大葱段 再放点酸片 再放上一柳香菜 非常提味 冰箱冷藏两个小时 如果有没学会的老铁 我给你挂车上了 去派去吧 看看咱们家冷面的配料表干不干净 这个碳酸养纳 你可以科普一下 这就是小苏打 现在都给老铁们拔个 鸡毛好的这个冷面条 咱们开水下锅 给它煮一分钟 然后烙出去 用凉水给它投凉 冷面投凉之后 给它放到大碗里 然后浇上这个冷面糖 放上咱们爱吃的青菜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辣白菜 这是这个冷面的灵魂 放上99日的芝麻 再放一勺辣椒油 就这打冷面 夏天要是吃上一碗 那可老爽口了 喜欢的老铁赶紧收藏私作吧